一整片金黃色的台灣藍樹 正在綻放 也代表秋天要來了 今天是二十四節氣中的秋分 但是氣溫卻還是像夏天一樣炎熱 各縣市高溫來到三十到三十四度 近山區還有五候雷震雨 那五候雷震雨的話 可能這種短延時的強降雨 都還是會發生 雖然範圍上面不是很大 不過像是前往這種近山區 或是山區在中南部的這一帶 都還是要特別留意 不過因封面 水氣慢慢減少 於是範圍到明天就會縮小 但是到了週一週二 南方水氣還是會略微增加 中南部早晚都會有零星震雨 週三到週五 迎封面水氣增多 因此北部東半部會有局部震雨 山區中南部也要小心 午後雷震雨 而中秋連假三天 北邊大陸高壓有增強趨勢 南海一帶恐怕會有熱帶低壓 甚至是颱風生成 這種東北風的情形之下 我們北部東半部的水氣是增多的 那接下來就是要留意 可能在南海到菲律賓 東方海面這附近的熱帶系統的活動 那如果說熱帶系統 稍微比較接近一些 氣的話可能也在其他地方 像是中南部也會造成一些 降雨的情形 中秋連假天氣變數很多 不過氣象鼠預測 十月初開始氣溫就有望降溫 準備入秋 八蛋新聞需要主張 我們台北從頭到